最近这几天中央终于对金融领域下狠手了 上个月最后两天习总视察了央行 之后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习总发表了重要的讲话 然后11月2号国家安全局发表了一篇题目为 国家安全机关做金融安全的坚定守护者的文章 然后昨天五年前辞职的原工商银行党委委员 副行长张鸿利涉嫌严重违法伪计被抓 这一系列的动作都说明中央真的要在金融领域大力度反腐了 那具体发生了什么事赶快开始今天的内容吧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朋友磊哥 首先说中央的金融工作会议 习总的讲话一条重点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什么意思呢 首先是金融业需要学习借鉴外国有益经验 但是必须立足本国国情不能照搬照抄 另外习总还强调过八个坚持 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 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 坚持把防控风险作为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 坚持在市场化法治化的轨道上推进金融创新发展 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坚持统筹金融开放和安全 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 以上这八个坚持全是大外话 而且非常重要 首先第一点就很重要 坚持党管金融 那党管金融是什么 你可以在法律框架下搞金融的市场化 但是你不能金融自由化 说白了金融领域为什么不好管 为什么资本都想要金融自由化 金融自由化的根本是什么 就是逐利呀 就是肆意妄为的挣钱 这个是资本的天性 它就会往利润最高的地方去 往赚钱最快的地方去 所以你看为什么美国人强调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资本主义的核心精神是什么 就是谁也不能阻挡我资本挣钱 所以资本主义一定要小政府大市场 政府不能管资本挣钱 这就是资本主义金融自由的本质 一个项目应不应该干 资本只看挣钱不挣钱 然后利用各种方式控制政府 让政府制定法律 首先保障资本能赚钱的利益为核心 美国不就这样吗 辉瑞出疫苗美国政府保辉瑞免责 这边让乌克兰打代理人战争 那边让投资巨头贝莱德 接手乌克兰所有国企 所以美国制定的政策 一直都是为资本服务的 而绝不会为广大人民的利益服务 这叫金融资本的自由化 说白了 这其实就是从国家层面 从法律层面默许了资本的贪婪逐利 这就是资本主义的精神 因为资本天然的属性 所以在中国才要首先强调党管金融 金融工作要有政治性 人民性 要有服务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观 你不能只看钱 也不能只想着赚钱 我们的国企一直承担着很多的社会责任 金融部门也必须要这样做 人民的长远利益 国家安全和稳定 比挣钱可重要多了 这就叫政治性跟人民性 会议上还提到了一点非常重要的话 以金融队伍的纯洁性专业性战斗力为重要支撑 你听听用的这词 这就是说中央要求金融工作者 除了金融专业之外 你不能冲着发财去 你得为更高的理想而奋斗 要有足够高的格局 不过以我的了解 中国绝大多数的金融从业者 由于常年接受的都是美国金融的那套教育体系 尤其是美国华尔街的那套东西 所以他们几乎都是奔着钱去的 在华尔街挣钱是至高无上的事情 也是唯一的衡量标准 而在中国中央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人要掌控财富跟资本 而不是被资本所掌控 所以要纯洁性专业性和战斗力 这样的人不是没有 当然有 所以要让那些没有能力不纯洁 还总想着挣钱的人赶快他妈滚蛋 让有能力的人上去 这才是重点 国安这边的文章就更加直接了 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重要组成部分 这篇文章一出来 我就知道应该要抓些大老虎上来了 果不其然 两天之后 11月份第一只大老虎被抓 原工商银行副行长张红利 这人被抓毫不意外 因为在9月份 工行曾经的纪委书记刘立宪 涉嫌严重违法违纪 主动投案了 肯定是自己在里面招供了 签出了原工行的副行长 其实这个张红利 看过他的履历就知道 这人什么情况了 65年出生 今年58岁 89年在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 获得了遗传学硕士学位 然后91年在美国加州 圣哥拉大学获得了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这个人在入职工行之前 一直长期在外资金融机构工作 先后在惠普 施罗德 高盛 德意志银行工作过 2010年的5月份 开始担任工行的副行长 张红利 还是首个通过招聘 直接出任四大国有控股银行 副行长职务的人 是当时中国内地 从外资银行引进的 最高级别银行的高管 但是这个货只在工行副行长的位置上干了八年 合同到期 马上就去了国际私募股权投资机构 咱说实在的 就他这教育跟从业经历 这辈子都是在西方资本市场里炮大的人 这种人他心里不可能有什么信仰 让这种西方华尔街的徒子徒孙进了体制 就是最大的败笔 所以这次金融领域的强力反腐 直接把他就给拿下 这次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上专门指出 金融乱象和腐败问题屡进不止 必须坚决惩治违法犯罪和腐败行为 严防道德风险 说的很明确 重拳已经砸向金融领域了 中国的金融领域一直以来都是大耳不强 该领域里面职人反贼特别多 亲美派公知特别多 这里面有个结构性的问题 就是这帮人从上学时候 就是一直学西方 思想已经根深蒂固了 他们信奉的就是金钱至上 在他们的眼里 就是有权不使过期作非 今年以来 已经有多名金融领域的高管落马 3月31号 中国银行原党委书记落马 4月5号 光大集团原党委书记 董事长李小鹏落马 5月19号 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委员副行长落马 7月15号 中国光大集团党委书记 董事长落马 7月18号 太平洋保险副总经理落马 7月20号 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落马 然后就是这次 公行原副行长落马 对于金融领域的强力反腐 我真的是等这一天很久了 从十几年前 就有一帮人天天喊着 让中国放开金融管制 要让境外的金融资本 无限制自由进入中国 甚至还想诱导中国 放松项目资本管制 这些人就是他妈汉奸 其心可诛 他们就是美国金融战的内应 从历史上发生过的金融战来看 一旦让美国得手 那么一个国家几十年的积蓄财富 全部都会被收割 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 全部都会被美国资本低价收购 9月份之前 从美国政府到美国媒体 全部都在唱衰中国经济 很明显是在配合美国的金融战 国内响应的声音是很多的 金融领域的汉奸实在是太多了 我昨天直播就说过 去年俄乌刚开打 油价火箭攀升的时候 美国通胀开始火烧美貌 而人民币莫名其妙的出现了一波贬值 相当于美国需要商品的时候 我们给打折 简直就莫名其妙 这就说明我们的金融系统里面 有美国人养的狗 其实很早前 我们这边金融系统里 就有人是专门跟美国对接 帮助美国卖美债的 这些娃儿就是他妈汉奸 最好趁着这波金融腐败 把这帮娃儿都他妈给揪出来 应对金融战的关键 就是防止里应外合 因为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 现在美国加息周期 已经是强弩之末了 美联储连续两次议席会议 都不敢提加息 美国面临多方面的压力 俄乌战争还没弄明白 巴以冲突又让美国疲于奔命 各方面资源都是捉襟见肘 美国越来越被动 而时间很明显在中国这边 中国应对美元这一流的暴力加息 还算比较有主动权的 到现在都没有选择跟随美国加息 反而能采取降息等方式 刺激经济增长 这在世界主要经济体里面 都是独树一帜了 目前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在7.3附近 一旦美国发出加息结束的信号 人民币汇率对美元马上就发起总攻了 总之中美金融博弈的主动权在中国这边 这时候重要的就是提防有人理应外合 这就是金融反腐最重要的核心 中国的金融领域 一些人由于利益跟美国捆绑 以及一部分是精神美国人 他们总是希望用中国的失败来证明他们崇拜美国的正确性 除了这种还有一种是被刻上了思想纲印 接受了西方那套金融学理论的人 这帮人主打的就是教条主义 言必称西方 迷信自由市场 迷信金融自由化 这时候中央跟国家机构特别强化金融领域的反腐 反间谍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 尽可能挖出这些蛀虫 才能更好的打赢这场谁都输不起的金融战 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了 感谢各位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咱们下期再见